小S日前捲入大汪風波 被汪小菲連續攻擊好幾天 一下說他吸毒 一下又爆料 徐亞軍在外有女人 最後大S看不下去 直接發聲明寫下 有事衝著我來 不要殃及無辜 而小S對這件事始終保持沉默 照常在社群分享 幫女兒慶生的影片 還有自己的自拍照等等 13號他又再度發文 晒出自己和蔡康勇的背影照 內文寫著 其實可以算了 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 不免讓人聯想到 是不是跟之前的事有關 發文底下也出現酸民留言 家庭生活再慘 也要笑著出來見人 至於讓小S本人忍不住回應 我不慘我很幸福 相信的人就相信 不相信的人我懶得再廢唇舌 而小S說我很幸福的關鍵字 也立刻衝上微博熱搜第一 多數的陸網友留言 我不相信 但也有網友跑到小S的IG底下留言 鼓勵他 寫著很感謝有你在這個世界上 帶給我們歡樂 小S也感動回覆 謝謝你 給我這麼正面的力量 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